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话要说 通北房价 沿街人不吃不喝买不几包 好像只有镇商断宝宝 那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新城屋房价的定定 主要就是两大成本 第一个就是营造的成本 再来就是涂体的成本 才会去反映到末端的收价 营造成本当然会因地而异 因案而异 但是土地要先取得 先有土地才有可能进到规划的街 如果是私人地主 那当然地主要卖多少钱 那如果即便是合建 那也有合建条件上 怎么去双方能够合一 那也有可能造就了末端房价会比较高 那所以我个人认为 呼吁我们政府 尤其现在会新商量的总统 针对台湾的土地的这个政策 你如何去订定一些 能够让建商 开发商能够也取得 合理的土地价格 那以来回馈到末端的这个 消费者身上的时候 是一个大家能够 广为接受的一个 一个社会 那以上是我代销观点 的 的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